俄罗斯重大军事失误暴露,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兵力不足。 据某皇家研究所所长称,由于克里姆林宫占领乌克兰的战斗,消耗了重要的人力,俄罗斯正在耗尽军队。 该研究所迈克尔·克拉克教授指出了他认为,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战略中的一个重大错误。 这位军事专家认为,在当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,驻扎乌克兰被占领城镇所需的部队人数增多,导致克里姆林宫耗尽他的部队。 克拉克教授告诉新闻媒体,俄罗斯人面临的问题是,如果你入侵一个不希望你在那里的国家,每次你占领某个地方时,你都必须留下军队,确保会受到保护。 这样前线的部队越来越少,因此,部队离基地越远,阻力就越强。 在某些时候,俄罗斯人将开始耗尽军队,这看起来不奇怪,被问及基辅多久被完全包围时,他回答说,嗯,很难说,到目前为止,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,但我们不得不期待,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,基辅可能会被包围,然后开始这场相当可怕的战争的下一阶段。